主内一家人五家情一生 基督五家主日家训 每周与您精彩相约 今天的好书带你读 让我们继续来读桃树的可牧神 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义非常熟悉 也理解得非常正确 但是却感受不到信仰 带来的火热与生命的改变 我们仍然不断在各样的事情上挣扎 不满足于当下属灵的景况 却又缺乏力量从世界知识中走出来 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 我们不断地讲要依靠主胜过 讲主是唯一的满足 讲因着主有平安和喜乐 讲把一切交托上帝 但我们却在这些属灵术语的字面停滞了 我们好像无法真正地说清楚 怎样靠主胜过挣扎 怎样让主成为唯一的喜乐和满足 怎样叫做把事情交托给上帝 很多时候我们的分享成为一道道属灵术语的堆砌 成为一篇篇正直正确的观养文章 极其正确却未同嚼辣 陶树用他真实的属灵经历写出了诚实的篇章 激起人对上帝真切的渴慕 让人真实地去到上帝面前 在深刻的仰望中知道神原来无所不在 他也鼓励每一位信徒以诚实的心灵归向神 操练尽钱的生活 脱离这时代的捆绑 回到圣经的道路 第四章 与神亲近 认定上帝和他的国度是真实存在 并确实地存在于现在 张开属灵的眼睛 清新的人必得见神 第五章 神的无所不在 上帝时刻愿意向人显现他自己 人的属灵的感受性 决定了能否真实见到上帝 这属灵的感受性 需要时间去培养 等待着的将是无比的喜乐 第六章 永恒不止的声音 神借着万有 借着圣经 都在向人用现在时不断地说话 能否用灵力的领悟 去聆听上帝的话语 决定了圣经在我们这里 是否是一本活着的生命之书 让我们一起来看书中的精彩句子节路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又荒凉 又枯干又低沉的地步 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把圣经 硬和我们空洞的生活经验连在一起 于是把这种可怜的光景 就当作神赐福的青草地 信心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 它不过是认定那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已 我不想知道 神凭着他那同管万有的权柄 要在这世界上兴起什么事 但是我所知道 也能够告诉人的 是神要怎样对待寻求他面的儿女 任何人只要悔改 诚实地归向神 就能找到他所需要的属灵真理 他会因他所得着的感到莫大的喜乐 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六月份又要开始了 此次的课程第一堂有 《记要真理》《马太福音》《名书记》《哥林多前书》 第二堂有《木道班》《西波来书》《旧约人物》《认识圣灵晋升班》 其中名书记与《西波来书》课程是专位配合QT灵修查经而设 请参看布告栏张贴的海报 或至教会网站主日学课程页面了解课程详情 报名请填写主日学报名表并交至表格收集处 或直接至主日学网站进行线上报名 在此诚恳邀请您参加成人主日学 在圣经真理和灵命塑造上与弟兄姐妹们一同进步 北美圣经神学院6月22日将开始蔡金林博士的摩西五经课程 本课程分为三学分 上课地点在本家 时间为6月22日到23日 6月29日到30日两个周末 以及7月1日到3日周一至周三晚上 内容包括以《试经原则》研读摩西五经各卷书的内容 解析每卷书的中心信息 系统探索重要的神学思想 并将其应用于信仰生活和教会侍奉之中 蔡博士是达拉斯神学院博士 现担任达拉斯神学院兼任教授 诸有天道圣经五四天际注释 并参与中文标准译本与环球圣经译本的圣经翻译 请至北圣网站或教会书店登记报名 教会限于每主日下午1点在新唐B101教室举行祷告会 为有负担参与祷告侍奉的家人和不方便周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 提供一起聚会祷告的机会 祷告会同工将为各位参与的弟兄姐妹预留便当 节省邀请您在主日后留步参加 2019年基督之家联合退休会将于8月2日到4日 在Sonoma State University举行 欢迎家人上网hoc.org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为6月30日 另外 教会本年度第二次洗礼定于6月30日主日下午举行 凡亲属得救 愿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 请趁着新一季成人主日学开学之际 报名参加牧道班或基要真理班 并准备得救见证一份 向各牧长或传道报名 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